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来介绍的是资料集中的趋势 我们要了解说一批资料怎么样去描述它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集中趋势的描述 比如说篮球队 我们有一批篮球队 那么我们要知道篮球的话呢 的队员身高很高 我们怎么形容呢 我们用的是平均身高两公尺 那么我们就这个就是所谓的平均 所得来说我们也常常需要的是了解说 有一批这个台北市的目前的这个所得 有一家公司的所得也可以 他们平均所得是多少钱 都用一个平均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常用的集中趋势 用平均数来描述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么集中趋势常用的统计量 我们来介绍一下 母体平均数 这是我们常用的 μ就是母体的平均数 要了解的是 在推论统计而言来说 母体很大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μ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 样本平均数 这个我们常用的写法叫做x bar 这个字你们要了解 叫做x bar 上面打了一横的 这叫做样本平均数 样本平均数就是去估计 母体平均数的状况的 就是样本平均数 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叫做 medium md 这是中位数 中位数 我们后面会介绍它的定义 这个重数叫做mode 中位数常常是在哪里做研究的呢 在五亩数的这个分析统计里面 我们会用到 那么在后面我们就会陆续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样本平均数 x bar 这是最常见的 x bar是什么呢 我们取了多少样本 n 那么我们就把它全部加起来 然后除以n 那么常用的写法 这个地方请同学不要排斥 这个 在 就是数字的描述上面来说 我们习惯的是用一个 这个summation 或者是所谓的sigma 来表达 我们不会喜欢用点点点点点 这个我们同学要知道 由1加到n 用一个这个总和的符号 那么举个例子 我们的话呢消耗的时间 包装员消耗的时间 那么抽了6次 那么n就等于6 我们就把这6笔资料 加起来 再除以6就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多少呢 算一下18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样本平均数 要注意这是样本 为什么呢 因为看提议来知道 数100次之中抽了6次 注意这是样本平均数 这叫做x bar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 什么叫做中位数 medium medium就是中位数 就是由小排到大 由最小排到大 然后位居中间的那个数字 就叫做中位数 那我们再看同样的题目 中位数是多少 那首先要算这个题目 我们就先进行的是一个排序 那么看看从最小的是多少 10 再来呢 12 再来呢 12还是要写 每一笔资料都很重要 再来呢 就是20 再来呢 26 再来28 那么中位数是在哪里呢 中位数就是赢一半输一半 这个观念 那么是不是位居在这边 那么怎么办呢 赢三个输三个 那么这里这个位置 我们就用的是两者的平均 用20加12除以2 所以等于16 这个的话呢 是16 这个中位数我们就算出来这是16 那么当然跟我们的平均数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一般的状况 跟各位同学介绍 当N为偶数的时候 那同学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排序 是偶次的 偶数的时候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的中位数 是位居中间 两者是相加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要算的是 考虑的是第几笔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的偶数是六个 相加除以2 不行 所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的是 一半 第三点五笔 所以我们是 N加1除以2笔 它是第2分之N加 笔的资料 比如说以这题来 6来说的话呢 6加1是几 7 7除以2 第三点五笔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第五笔 第六笔 它的落点是在于 第二分之N加1笔资料 那么N是基数呢 34567 那么是不是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以7来说的话呢 它就应该是在第四笔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一样的 它也是第2分之N加1笔资料 都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中位数的求法 我们就求的是 有N笔资料 我们就算2分之N加1笔资料 如果有小数点 就要左右相加除2 就对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 另外一个也是常用的集中趋势 就是叫做中数 我们用MODE来表示 MODE就是代表的是 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数字 这个在有的时候 MODE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在做的是 卖鞋来说的话 我们卖出来的鞋的号码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中数是多少 我们其实关心的 不见得是平均数 也不是中位数 其实我们关心的是 卖的最好的号码 卖的最好的 我们要进货的话 就会比较 会倾向于 尽量的话 去进那种比较好卖的 以这个题目来而言 中数是几呢 这是两笔 这有三笔 这两笔 这是两笔 所以最常见的数字是几 七 那么这就是中数 中数也本身来说 也是一个资料的集中趋势 那么要看我们的 关心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百分位数 percentile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PR值 PR值就是说 第二个百分位数 就是PI来表示 比如说P60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60%的资料 是输给他的 就叫做 百分位数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但是这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不是很好 一般来说 这个资料要越多 我们的百分位数 才会比较精准 数字越少 越不精准 以这个题目来说 有几笔资料 我们已经排好序了 排好序了 12345678 910 1112 1314 15 15笔资料 他要算的是什么 P60 就是要60% 要输给他的 60% 所以是乘以0.6 是多少 9 也就是说 12345678 9 9来说的话呢 我要输给他 有9笔资料 要输给他 所以我们在 第几笔资料呢 是在第10笔资料 他的意思就是在这边 第10笔资料 那是多少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是77 PR值是77 这个地方来说 PR60的时候是77 那么这就是 所谓的百分位数 我们还要了解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集中趋势的 统计量的比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般 我们常见的 我们称这个叫做 中型 常态分配 也是这样子的 中型来说的话 它是非常理想的状况 这是平均数 它的中位数 它的重数 最高的点 怎么样呢 全部都落在 同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是很理想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常常见到 这是 Skew to the right 这是什么呢 这个称为 右偏 什么叫做右偏呢 右偏的意思就是说 在右方来说 有可能有很大的 离群值出现 所以他们的资料的话来说 它会倾向于 这个地方是高的 在这边 右的话来说 有个长长的右尾 就称为右偏 那么 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来说 这三个集中趋势 就会有所改变了 以这个来说的话 这是什么 这是数字 最常出现的 我们称为 重数 这叫做Mode 再来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Midium 就是所谓的中位数 中位数的意义是什么 输一半 赢一半 也就是说 中位数的位置 落眼在这边的话 表示 它左边跟右边的面积 要一样 这是个观念 各位同学要 必须要先建立 以后我们就会用到 利用面积的方法 来算它的 中位数的落点 那这个就是 XBar 这就是我们的平均数 我们发现 它并不会完全一样 那么 这是在一个 右偏的状况 如果左偏 那各位同学 可以以此类推来想一下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 资料的集中趋势 那么 最常最常用的是什么 当然 各位同学 一定要知道 不论是母体平均数的 Mu 样本平均数的 XBar 我们都是最常用的 那么两者差异 各位同学 一定要弄清楚 一般来说 在推论统计而言 母体平均数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样本平均数 我们抽样了以后 算出来的结果是 XBar 所以这个的符号 不能够随便乱用 看到了Mu 就知道是母体的了 那一般我们用抽样的方式 就叫做XBar 那么如果说是资料 很多的话 那么我就会建议同学 用Excel 或者是用其他的统计软体 Minitab 或者是SPSS 或者是SUS 这些都是很常用的统计软体 我们下车的统计软体 我们下车的统计软体 位置 感谢观看